很多人問我就是做收藏 不論你作為行家或者收藏行家的 基本就是 無論你有錢沒有錢 你先要是喜歡一件事先 由小至小哥的郵票、銀仔、火柴盒 到幾千萬元 其實要保持這種純真的心態 是的 這個過程就是等於可能 變成幼稚園升小學 小學升中學 就會升級自己 是的 當你可以一種收藏收過勢 但是我自己更主張就是 我們回到Azio的特典 就是包含的東西比較多 顧金中外 幾千元到幾千萬的都有 這樣會令你 當然我建議你 真的跟自己的收藏品一起生活 你就看著增加感情也好 令它增值也好 這個我想你不會覺得後悔的 到最後 不論是升級了10% 或者多一個零 多兩個零 也都是不會後悔的 因為我們觀察一件藏品 不是只是看我眼前那樣的 它背後有什麼故事 其實你要知道 你要想 你想不到就去做 我們叫做調研調查研究 這個也是一個 好像破案一樣的一個過程 那種樂趣 因為跟其他煤界 譬如說 陶瓷 金屬 如果特別以股東來講 這些是有機的物料 它會隨著你用它 不用它 小心用它 或者不小心用它 而有變化 我們行內的術料叫皮殼 漂亮不漂亮 你越摸它越漂亮 好像中國人 傳統上說 駝著舊肉 越駝就越光 就是會越潤窄的 其實木啊 竹啊 象牙這些叫做有機物料 都有同樣的特質 這個就是我叫做收藏過程的 其中一個小環節 會令到你這件事 是變得獨一無二 你自己會更加越用越開心 這個就是 不是一定追求增值多少的那種樂趣 作詞・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輪 詞・編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 watbs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